各位,忽然聽見馬蹄聲響 聲音由軟至近 大堂有個年紀大的人就皺著眉頭說 不用問貴,又有人客來了 過了無奈,果然聽見一把女人聲響 掌櫃,幫我們開兩間企利的房間 掌櫃就說,對不起客官 小店早就住滿人,沒有房間開 算了,那就開一間 真是不好意思客官,貴客剛臨,小店請都請不到 不過今晚客實在是住滿人 聽見那個女人啪聲,發了下馬邊 拿來講的?你開客店,沒有房間給人住 那開什麼客店?你叫人讓開下就行 只要我給多點錢 說完她便衝進屋 只見這個女人三十多歲 行面塗塞,容顏修麗 身穿補藍色的錦斷皮甲蠟 靚口度露出一塊彪皮 服飾都算華貴 她後邊跟著一男一女 都是十五六歲的少男少女 男的粗眉大眼,樣子生得很粗獷 女的眉目如畫,很清雅秀麗 頸上戴著一串明珠 粒粒有手指尾頭這麼大的,發出淡淡光雲 大堂裏頭有些人本來在聊天 嘩,一見進來這三個人這麼有氣派 當堂閉嘴不說著,定型地看著他們 有個伙計低頭患要滿臉陪笑地說 小姐,你看坐在大堂上這些人客 都是開不了房間的 三位不嫌不屈質 我便叫他們移開一點點,讓你們坐下去 在這裡背著火,聊著 一晚這麼多,很容易過 那個美貌少婦皺緊眉頭 想走不走,心大心細地 坐在火堆旁邊,有個中年女人便說 小姐,一晚這麼多張皺下便算了 我,便坐在這裡,謝謝,謝謝你先 坐在中年婦女旁邊的人便馬上移開一點點 移出三個位置讓他們坐 坐下,坐下沒有多久 伙計便送上飯菜 送菜都幾多,有雞有肉,還有一大壺白酒 那個美貌少婦都幾飲得 飲完一碗又一碗 另外那兩個少男少女便陪她喝些少 聽他們三個是姐弟相稱的 大堂道眾人坐在火堆旁邊 聽著屋外呼呼聲風 一時間便沒辦法睡得著覺 坐下,坐下,自自然便便聊起 大家不約而同,說起最近江湖中出了個黑黑有名的神雕俠 說這個俠是斷了一隻手的 他和一隻怪雕形影不離 所以江湖中的朋友便幫他起了個這樣的外號 這個神雕俠專門誅殺奸臣,曹強扶藥,劫富濟貧 坐在這裏有幾個人便親身被神雕俠幫過 所以說起上來便零歇山洞全神 聽到新來的三姐弟便入了神 那個十五六歲的少女還深醉魂迷 好,使用一種Ho up 唢手拔起了一大裝便逗喀 你們大家看過神雕俠 不知道我就沒有乎了 …… 如果讓我看到其他 pies見了時,聽了討論幾句話, 那…… 那我便心滿已足了 那個美貌少父 Soft便便便應嘗청 神雕俠! 哼,他武功也挺擅長的 只跟我們爹比,直接是蚊比和牛比 你一個小女兒知道多少東西 人家說話當然是加油添操 這樣才能說得生鬼 那你就以為那個人很厲害了 其實這個人你都見過 他比你更抱 少女被她說到臉都紅了 大家姐,你不是說得出就說得 你這樣說,誰相信你 哼,信不信由得你 這個什麼神雕俠 我也知道他的名字 姓楊明哥 他小孩子那時候還在桃花島住過 他斷了那隻手,就是 就是 唉 總之你出生不夠兩個時辰 就讓他抱過 各位 原來這個少婦就是郭芙 少女就是她妹妹郭霜 那個少年就是郭霜的媽生兄弟郭破老 好 這十幾年來 郭芙祖已經和耶律齊成婚 郭霜和郭霜也長大成人 這次他們姐弟三人奉父母之命 去山西邀請全真教長春子優柱基 去襄陽主持英雄大會 現在是去完回來 被冰雪阻在風陵道口 好了,再說郭霜 聽見姐姐說得似層層 好像郭家和神雕俠很熟絡的那樣 於是乎她又問郭芙了 大姐姐 神雕俠小時候 真的去過我們桃花島住嗎 為何我未曾聽過父母說過 哼 你兒子小小 知道多少 媽媽爸爸有很多事沒有告訴你 難道你就不相信 各位 本來郭靖一家和楊國關係很密切 為何他們一點都不提下 原來是這樣 楊過斷手 小龍女中毒 全部都是由於郭芙行事魯莽而起的 每當提起這件事 郭靖自自然就發大火 就算女兒嫁出了 照樣是罵到一點都不收口 不給面子女兒和女婿 因此郭家大勢對這件事就隻字不提 郭霄和郭露 始終都沒有聽人說起過楊國的事 現在郭霄知道神雕俠和自己家很有交情 想著三月十五雙陽城英雄大會 一定會見到他 誰知郭芙就說 這個人行事怪癖 又很高斗 多數不會來 郭霄就忍不住很失望 唉 看來英雄會上的人物 不見得都是英雄 真正的大英雄大浩傑 都未必肯去 突然間 角落頭到就有人開聲講話 姑娘想見神雕俠 一點都不難 今晚我帶你去見就行 咦 這個人的聲音這麼怪 那麼眾人轉頭 一再看他的樣子 覺得他更怪 只見這個人身高不夠四尺 又矮又瘦 整個人瘦到好像一塊洗衣板一樣 只有幾樣東西大 頭大 手板大 腳板大 十足十神話故事裡頭的土地怪 郭霄一聽說這個怪人 可以帶他去見心目中的英雄 好歡喜 不過又有些弊藝 甚麼 甚麼今晚就去見神雕俠 貿貿然求見 我怕他不肯 那個人就說 哼 如果今晚你不見他 以後都怕見不到他 為甚麼 就是這個時候 遠處若隱若現 傳來一些叫聲 西山一道怪 十隻到九隻 大頭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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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何時 叫得死不斷氣 時斷時軸 不過每個字都令人聽得清清楚楚 先頭和郭霄說話的那個大頭怪 小子一聽見 我來了 接著 砰聲 火光一暗 人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眾人就齊齊嚇了驚 見到客店門口那道大門 被撞穿了一個洞 哎呀 原來那隻大頭怪破門 約了出去 那撞穿門板就不算奇 奇就奇了 一撞即穿 整個人跟著撞了出去 郭霄就大聲說 嘩 大家姐 這個矮仔這麼厲害 郭霄跟著父母 見過不少武林中人物 知道這個大頭怪從來沒聽過父母說起 一時呆曬都說不出聲 忽然聽見 嘩的聲 那個大頭怪又自站在眾人面前 北風夹雪 從被撞穿了一個爛門就直吹進來 郭霄怕有什麼冬瓜豆腐 搶上一步 擋著郭霄和郭霄先 大頭傾一擺歪個頭 昏郭霄的腰旁邊就抖個頭出來 對郭霄說 姑娘仔 你想見神雕俠就跟我走 郭霄就立刻說 好啊 大家姐 弟弟 我們一起去 郭霄就立刻按著他 神雕俠有什麼好看 二妹 你別去 被人拐了你 你就壞了 有個大大隻隻的住客 又站起來勸割殤 姑娘啊 千萬別去啊 這個人 是 是西山一鬥鬼 你 這些人 你跟他去 實 實是 凶多吉少的 那個大頭傾一開棚下 奸笑兩聲 嘿嘿 你懂得西山一鬥鬼的嗎 你又知道我們不是好人 講講下 他左手一掌就劈到那個住客的肩頭上 劈到那個人向後飛起 噴聲撞到牆上 就當堂暈了 郭霄就火滾了 麻煩你走啊 大頭傾 我二妹年幼無知 不讓你隨處走 講到這裏 郭霄又對郭霄說 二妹 你別亂來啊 千萬別去啊 這時 那把死不斷氣的聲音又傳來了 西山一鬥鬼 十隻都九隻 大頭鬼 大頭鬼 陰魂不到 雷人久等 這把聲一時離很遠 一時就好像在隔離一樣 忽前忽後忽東忽西 聽到眾人無管眼睹睹 郭霄反而立定心水 他想 今晚就算撞到妖魔鬼界 我都要見一下神雕俠 於是他就對大頭傾說 前輩 請你帶我去 講完雙腳一韌 由大門那個爛洞裡 就捐了出去 郭霄伸手想拉 拉他不住 就立刻飛身躍起 想說暈返那個洞裡 捐出去追郭霄 怎知道他就要穿門而出的時候 咦?忽然不見了那個爛洞 他聯盟在半空中一沉個身 即是好像急殺車一樣 先殺著祭仙 等到雙腳落地的時候 咦? 腳尖離那道門不到一尺 如果撞過去就頭都崩 等他看清楚了 嚇到差點叫不出聲 原來大頭傾整個人 攔著那個門的爛洞 然後 郭霄和他隔得不夠幾寸遠 他的鼻歌尖幾乎碰到郭霄心口 郭霄這樣有什麼可能不怕 就向後跳都跳不及了 大頭傾嚇退郭霄之後 寧轉身對郭霄就說 好,姑娘仔有膽識 我們走 他拖著郭霄的手 一起向前撲 他使的輕身功夫又不同人 好怪誕的 好似一隻田雞 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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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走 別看他這麼矮 撲一下就很遠 有幾個身長 郭霄的左手被他拉住 手腕好像被鐵圈枯住 枯到骨頭尺 他自小得到郭霄、黃蓉、全壽功夫 都算幾好功底 當初去撲一邊 前後跟著他 他很可憐 知道後來 要讓人家拉住,才跟著同喜同樂 跳一下李靈路 經過一座山的時候 突然在山口就有人喊了 大頭傾 為什麼你這麼立落 最美才到, 還帶了個美女來, 大頭傾就回答說話, 她是郭靖黃蓉的千金來的。 什麼? 郭靖黃蓉的千金? 好,就來三更了, 快點起程吧。 接著聽到一陣馬提聲, 由山背後轉了幾十匹馬出來, 這陣時大雪還未停, 地下白雪反光之中, 國殤見到幾十匹馬上高高矮矮騎著九個人, 大多數馬就沒有人騎, 大頭傾走過去,牽了兩匹馬過來, 一匹給國殤騎,一匹自己騎, 跟著他們的馬不停提, 向西北方急跑。 郭霜跟在後面, 看不清其餘的九個人。 只看出兩個女人, 一個老太隆忠, 是個百姨婆, 另外一個身穿紅衫紅裙, 全身紅蕩蕩, 好像火一樣, 在雪地之中, 顯得十分搶眼。 郭霜心想, 眼前這十個人, 一定是西山一鬥鬼了。 先頭嚇到, 有個人勸我一句, 大頭鬼一掌, 就打到人家暈倒。 看來這班人, 好兇死的。 不過大頭鬼說, 帶我去見神雕俠, 總不會騙我吧? 不會的, 他們跟神雕俠相識, 一定不是壞人來的。 哈哈, 這個國殤月曆太淺了, 三九不識七, 就跟了人出來。 原來心是這麼想的。 各位,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既然 Mother told you, 如果不知天下, 是也不知天下。 是偵培的行動不知得, 這個靠母后, 是在神雕俠相敷地, 是有所寄的。 是空回家。